请订阅读 请订阅读 第3条1题 同学看这条的时候 应该找回03年的Paper 2 第3条1题 题目说 P 给你个座标-10-8 Q 为4-6 R 为X 续上的一点 令到P R 为RQ 算是R的座标 为何?Cammie P R 为RQ 即是R就在P和Q中间 即是说只要将P和Q加上 即是头加尾除以2 你的意思是-10加4除以2 -8加6除以2 是呀 那答案就是B 我想告诉你 B是一个考生常法的 common error common mistakes 是吗? 是呀 因为P一点 Q一点 P R 等于RQ 就不代表R 一定要在它中间 可能在上面 这里 P R 和RQ 距离一样都可以 我想说 是呀 所以我们就留意一下 它说R 是X 续上的一点 所以它的Y 座标 应该是多少? Y 座标是0 没错 好 假设它是R0 那我们就想 它就说 P R 等于RQ 首先将P R 算出来 那用Dissin formula 就是R--10 的All square 加0--8 那就是All square 再开方 好了 Cammie 那边交给你了 RQ 应该怎么计 RQ 就是R-4的All square 加 再加0-6的All square 没错 两个Y 座标双 的All square 再开方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 是Squaring both sides 一起不要开方 R--10 即是R加10 的Square 加 这个呢 就是F-8 即是正8 18 8 64 R-4的Square 那这个呢 应该是多少 0-6的Square 即是66 36 没错 36 那好了 我们再expand它了 即是R square 加20个R 加100 加64 这边就是 等于R square -8R 加4寫16 加36 同学留心 这些公式一定要记得 否则 你会做得很慢 R square和R square 这个呢 就约了 那将这些R 全部掉到这边之后 是多少R 这边是20 这边-8 是28个R 28R 将数字全部掉过来 16加36 -64 -18 是-112 好了 那除了28 会是- -4 对了 所以 我们现在算到R呢 其实就是-4 0 哪个正确答 对了 对了 对了